蘭陽大興鎮安宮上週舉行普渡 信眾捐贈的白米有兩千公斤 米粒傳情工藝廟方將所有白米全數捐出 尾由東山鄉公所轉贈給鄉內弱勢家庭 日空日空年台雲鎮安宮中原坡圖 我們現在現身台北所關的米有兩千一百均 我們也就有這個機會 拜託我們東山鄉公所給我們處理 讓我們向來弱勢團體都可以受到照顧 所以說我也要感謝王阿公 因為我們現在現身台北 讓這個現身台北大家都有機會來做愛心 他們關的米我們全部都給公所來處理 蘭陽大興鎮安宮創廟至今已經三百多年 主寺三山國王 是客家族群的信仰 10月份也將舉辦全國宗教聖典 以及客家活動 而鎮安宮捐迷回饋地方來暖身 屆時歡迎大家一起湊熱鬧 所以在這裡特別來辦感謝狀來特賞 總之外我們剛才有說到蘭陽大興 他的歷史有三百三十兩年 所以他記得我們今年十月齊時 新年十月齊時要來辦理我們 我們客家文化企業 而且十月齊時要辦全國性的 這個三山國王國家聯誼 所以在這個地方也邀請了 我們所有全國的三山國王 我們這裡所有的信仰 可以共同來參與 有困境的家庭需要社會支撐 而轉贈百擬預計有100多戶受惠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漢採訪報導 一、二、三、二、三